在预防保健观念的萌生中 快速简易的试剂成为民众健康把关的第一道防线 而在十年前 南台湾的升级公司 已首先先看到市场需求性 以不断创新突破的领先技术 推出多品项试剂 为我们守护身体健康 公司目前有六大的品项 第一个是毒品品项 再来难用药物品项 然后再荷罗蒙品项 再来传染性疾病 癌症 再来最后一个是其他的品项 其他品项包括性激素 尿液的检测 检测试剂的部分其实它主要是方便 然后高灵敏度 再来就是它隐秘 然后安全性高 多元的新产品开发 手重安全与灵敏度的考量 因此在原料的赛选上费了好大一番苦心 特别远从美国大厂引进带有数据报告的抗体 我们现在外面卖了很多的这种原材料 那原材料的那个品质你很难去控管 特别是一些亚洲国家出来的一些产品 所以后来我们还是找欧美的厂牌 那欧美的厂牌它们比较规范 它们产品进来的话 原料进来都会有一个成分分析 这个在市面上消费者在使用上来讲非常重要 生技公司采高标准的品管控制 从原料制成品制作过程 一丝不构 因寻者ISO 13485的23条规范层层把关 就为了保证产品的不变值 我们自己也制检 那包括从原料的取得 已经每一个环节 包括那个成品半成品 每一个环节的测试 包括我们产品出来之后 我们还会做产品最终的那个试验 包括一些环境测试 也保存测试等等的 确保我们每一批做出来的那个剂量 它必须都要有一个一致性 那这个是牵涉到我们所谓的产品的稳定性 不惜成本 重复检测再检测 让产品的稳定性与精准度 甚至超越相关认诊机构 如GMP与CE的标准 堪称业界规范 也因而成为国际市场的主流 目前有接下的是泰国 那大陆那边也有 那东亚联盟这边也都后续有在接下 外面的一些试剂 有的是从中国大陆那边过来做贴牌的动作 我们是真正的made in 台湾 在台湾做制造 品质跟灵敏度 绝对比大陆的铁牌的产品还要高 这样才能对消费者有一个好的交代 将专业人才放在对的位置上 才能永保企业用事经营与精进 对公司而言 删雪合作是一个刺激升级领域 不断前进的最佳动力 那我们寻求这个需求的一些 像比较专业的学校毕业的 然后去寻求这些学生或是这些研究员 来我们公司这边做服务 然后用他们的专业去focus在某个点 专业的人员负责专业的点 就这样去制造 把这个品质上还有专注度 比较其中 而在陈修合作的专业技法之下 研究开发的内米胶体精 让检验试剂 不需额外增加样品体积或浓度 即可放大判毒讯号 增加灵敏度与侦测极限 那这个胶体精最主要的技术 核心是在胶体精的配置 我们是做了很多的测试 很多不同配方的测试 才取得一个黄金比例 后来我们就是用耐乳技术 来应用在这个上面 要提高它的准确度 从成立到研发 从单品到多类型 在机身世界级检验试剂 领先地位的同时 仍多次参与工艺活动 协助降低台湾的药物滥用 回馈社会的企业精神 成为业界不朽的佳话 再次参与工艺活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